近日 玻利维亚 俄罗斯等国连连遭遇山火 经久不灭的大火不仅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 明日来 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山火持续蔓延 根据初步了解 起火原因是当地民众在焚烧解杆时 未能控制住火势 加上干燥的天气因素 导致大火迅速蔓延到附近森林 造成山林大火 玻利维亚政府已经派出军方人员参与灭火工作 还将会派更多的直升机帮助灭火 目前 当地仍有至少16处山火未得到控制 部分居民已经撤离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20号报道 巴西 亚马逊热带雨林近期发生多起火灾 产生的浓烟随强风蔓延 路透社报道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今年以来 已经探测到将近7.3万起火灾 比2018年同期上涨了83% 创下自2013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亚马逊雨林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 雨林面积达550万平方公里 其中60%位于巴西境内 亚马逊雨林对全球气候和生态平衡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俄罗斯森林火灾也在持续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 据俄罗斯联邦航空护林局消息 截至莫斯科时间21号零点 俄罗斯境内有124处灵火 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.7万公顷 我廷兹 Wakeens 静特喜 独播剧员 ío